你好 蔡明棠 你好 蔡明棠 新人 拜託拜託 一提到是新北市議員蔡明棠的兒子 不少鄉親都特別幫他加油打氣 從爺爺蔡伙石曾經當選三重市長 再到父親蔡明棠連任四屆議員 現在蔡政成希望接棒繼續服務 當初接棒的原因就是 因為其實去年9月我選那個黨代表 那一直想要為黨服務 為黨發聲 那隨著這三四年跑新生下來 體驗到說其實 山儒應該要更年輕 更有活力 然後有一些新的聲音跟力量 再加上我覺得父親也非常辛苦 那這個時候跳出來 其實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因為自己本身在運動項目相當的專業 加上父親過去對於棒球推廣 為人津津樂道 因此他希望如果有機會當選 除了推動環保政策 也會繼續推廣運動 其實因為山儒是早期開發的城鎮 所以很多東西是比較舊沒有辦法改變 那我們能改變的可能是 大家的觀念跟想法上面 那我其實主要的政見的話會在於 第一個我專業的話是在這個運動跟體育方面 可能會打造一些跟在地的連結 然後再來第二點就環保 因為現在環保意識的抬頭 然後會 因為現在世界大國流行這個零碳牌 甚至2030 2050這些 所以我想要讓大家可以環保 從你我身邊做起這樣子 從八年前開始協助父親助選 到這四年來情跑基層 他深刻感受到在地鄉親 對蔡家30多年來的信任 他期盼未來能有機會服務 延續這一股力量 記者沈仲林 僅於三重採訪報導